大家好,我是中国田径运动员徐卓一 然后项目是男子110米蓝 其实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运动员的这个 印象有点刻板了 就可能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运动员应该是 比较黑啊 然后比较肌肉块头比较大 然后人高麻大那种感觉嘛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见过像我这种 确实比较身材比较稍微就是纤细了一点嘛 然后可能他们觉得反差确实有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应该是这个项目里应该是最最高的 高高瘦瘦的话 其实对于后程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优势吧 半球赛之前其实那一晚上想的很多 然后如果我想成为了 吉他之后的第二个进入前八名的人嘛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比较自豪嘛 但是赛前其实确实给了自己一定的压力 然后确实也没能扛住这个压力 导致自己有些失误了 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想过的 但是随着自己稍微有一点意识了之后 感觉自己应该能行的时候 就有想过能到奥运会这个赛场这个目标嘛 也是自己人生的一个算是第一个 电田径的第一个目标嘛 然后也是做到了 但是没能做到最好 所以还是有心里有不甘嘛 但其实也会把这份不甘 然后化作接下来继续前进的动力吧 感谢观看